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受到疫情的延烧 今年报税缴纳期限 展与至6月30日 弃机车牌照税 综合所得税 房屋税 燃料税及地价税 何时应该缴纳 如何申报等等问题 都受到大家的关注 尤其是首报族 还处于重况外的态势 大家都听说过中华民国万万税 但您听说过万年税单吗 知道万年税单是如何养成的吗 不依法课税的税务机关 侵犯人权的法律制度 缺乏税务专业的税务法官 还有行政 立法 司法 交织而成的大牢笼 如何制造无数章的万年税单 把人民逼到绝境 让纳税人毫无喘息空间 更无伸张正义的希望 到底要如何解决 今天节目的内容 将一一为您揭秘 各位想一想 我们对政府不满的 科税处分表示不符 会因为律师还有会计师的努力 得到胜诉 回到原处分机关 仍然得到税额 仅做部分的减少 又开出新的税单 所谓的万年税单指的是什么 万年税单就是你得到胜诉 但是你的原来的科税储物还存在 它不死 所以叫万年税单 那我们来看就是说 为什么成年的税单可以反复缠送 这个问题根源就在前面的学者教授 都有提到了两号解释函令 也就是财政部50年5月25号 胎财税制第03497号 以及67年7月29号的一个 胎财税制第35047号解释函 它整个函事将原处分的一个撤销 指为另一个复查程序 也就是说原处分依然存在 所以说可以一再重合课税处分 形成我们所谓的成云税单的一个反复缠送的一个现象 根据纳保法第三条的规定 就是主管机关所发布的一个行政规则 及解释函令 它只能解释法律的原意 不得增加法律所谓明定的一个纳税义务 所以说税捐基增机关 自然不能以其发布的一个法规命令 及行政函事去延长我们纳税义务人的法定期间 明显违反的一个租税法定主义 以及严重侵害人民的一个权利 根据财政部目前公布 仍然有效的一个税法的函事 高达9000多则 监察院的一个调查报告里面 统计近年来司法院大法官的一个解释 就是我们以600号到813号的统计数据 其中跟租税事件有关的 就既有44件占20.56% 其中违宪的部分既有23件高达52.27% 也就是说据有半数的解释含例违宪 显示大部分的租税含例存在的诸多问题 那这些违宪的函事里面 比如说违反的一个租税法律原则 比如说违反的一个比例原则 以及平等原则等等的 也因此导致我们司法院大法官 倾向宣告违宪或补当 那问题是人民要走到视线 从刚刚的报告里面 我们都可以知道 动辄到十余载 那人民的青春与国家的社会资源 如此的虚耗真的是无法计量 这真的是人民的痛苦跟国家的悲哀 那对于违法跟违宪的一个解释含例 以及财政部的本身就应该要自我先行来审视 才能够符合纳保法要求助税法律主义 以及税法的一个意志的一个规范 税务案件的行政救济 最让人诟病的问题 就是实务上存在着行政诉讼禅送多年 却仍然无法终局确定的万年税单现象 如果当事人对于课税处分不服 还不可以直接提起诉论 而是必须先申请复查 若对于复查结果仍然不符 虽然可以循序提起诉论及行政诉讼 但行政法院是以复查决定及诉论决定为审查对象 只可能会撤销复查决定及诉论决定 而不是原来的课税处分 错误的课税原处分不撤销 就如同无婚有体的稻草人般一直存在 如此将造成纳税医务人反复征送 税捐基增机关只要重新做成新的复查决定 当事人就必须重新再进行救济 造成成功打赢税务官司的当事人 再度陷入困境不断轮回 而形成万年税单 让广大的纳税医务人感到相当无奈与气愤 那当然本身的话是很赞成监察院的调查结论 那也很佩服监察院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 就是说不论是从调查的过程中 他对于我们实物上问题的厘清 还有去跟各学界的这些老师 受大家尊重的老师 包括我自己的指导老师 葛老师 黄俊杰老师 还有陈金秀老师 等等 这些税法的专家 然后也是也有跟财政部查询的一些资料 那在比对这些资料以后呢 有一些对于万年税单的一些造成的问题 还有解决的方式有提供一些想法 那当然我本人是很肯定 那个监察院的这一份报告 那当然从这份报告来说的话 我们最主要大概从几个点来看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到有关 不管是税务救济 或是说以行政救济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救济理论上是应该要 让纳税人会有受到及时救济的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大法官在很多的解释里面 包含现在宪法法庭 他都有提到的是 你如果要赋予人家救济权 那就会要有一个及时性嘛 那你如果没有及时性的救济 那其实基本上这对当事人来说 某个角度事实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就是说我们说此来的争议非争议 那回到税上面来说的话 当然这个报告有提出一个重点 就是说造就大家俗称的所谓的万年税单 为什么 那个就是在于我们的行政法院 在撤销原处分的时候 那以往通常都只认定 就是说大概只会撤销到复查决定 那复查决定呢 就是说这个复查决定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嘛 在我们行政救济税务救济的过程中 有关核定税捐或是罚缓的部分 那才是需要经过复查宿院在行政诉讼的 那也就是说我被原来的一个合格处分 或罚缓处分给做成了以后呢 那我要救济 那我必须要经过复查 然后再来宿院 然后再来行政诉讼 那今天不管是宿院机关做的撤销原处分 或是行政法院做的那个撤销原处分 他如果都只测到复查这一边的话 那变成原合格处分还在 那理论上当事人的 当事人的那个什么 当事人的权利有没有受到保护 我们说如果以撤销诉讼来说 以撤销诉讼来说 那你撤销诉讼基本上就是要去 救济原机关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合格的一个处分 是违法的 那希望撤销原处分机关的处分 所做成的处分 然后来回复当事人的一个权利 结果你一撤呢 撤掉会发现说 只撤到复查 那原合还在 那原合还在的话 对这个撤销处分来说 它其实基本上 并没有太大意义 那当然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在税制设计上 要给要就是说 除了原合的处分以外 那还要经过复查在宿院在行政诉讼 那有一种说法是说 对啊我们要尊重原处分机关 尤其是这样子这种税具有高度专业性的一个 好的一个一个一个法律关系 那我们让原处分机关可以更清楚一点 那这个我不否认 这我不否认 可是问题是 如果它的上级机关或是法院 已经撤销原处分 那我们到底坚持原合课还在的 意义何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去想 我要做成原合之前 我已经经过调查 复查的时候又在原处分机关又再查过一次 又再查过一次 你就算是书院把它原处分撤销 或是行政诉讼 测到原处分这一块 其实都代表的是上级机关或行政法院对于原处分机关的什么 的一个就是说 对它做成为那个行政处分的过程有一个疑虑 有一个疑虑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那给什么 那为什么不能够把原合课处分给撤销掉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说以前的税捐基整法本身 它其实对这个时效中断时效不完成 是没有规定的 那我们的行政法院也是也是 应该是这样说啦 就是说它也是为了好像是顾全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局 所以呢就留下原合 只撤到复查 那你起码这样还不会因为因此过了合格期间 因为复查 因为原合还在 原合还在嘛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往回来想 因为其实监察院这个报告也有提到一个最新的动态 就是说去年我们的税捐基整法已经修正过了 那去年的税捐基整法修正过 它其实已经把时效不中断给引进了 也就是说你就让判决确定以后原处分被撤销 你在一年内是视为时效不完成 那有关时效中断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的税捐基整法是不承认的 它并没有使用行政程序法的时效不完成 然后它事实上理由也有讲到 其实就是为了要让那个 这个租税的法律关系 可以早日的安定化了 是这样 没有时效中断的问题 只有时效不完成 迟来的正义并非正义 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李念祖律师 以太极门案为例表示 太极门当年是被检察官以极不严谨 甚至令人存疑的证据起诉 虽然法院并未采纳这些证据 最后判定太极门无诈期 无漏税 无违反税捐基整法 但税捐机关却沿用不正当的手段及假设 进行课税处罚 并发展出一套规避时效的做法 与理论 造成本案课税时效已过 终究成为业界所称的万年税单 这并非是个案 而是普遍性的问题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是一个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那也是国际性 非盈利的公益文化团体 推动爱与恒人平的人权教育 发起良心时代运动等公益活动 自给自足 没有接受政府的任何的补助 可是我们却遭到政府以租税的手段迫害 长达26年 那为何会长达26年呢 从今年5月的监察院 刚刚大家都有提到的 成年税单侵害负税人权案的 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就不能发现其中的原因 那在这边呢 我列举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一个违线的财政部解释函令 造成核课期间的无限延长 那我们要讲的核课期间呢 是指的税监机关呢 对于课税事实啊 在一定的期间内 依法发单征收或者补征税捐 那超过这个期限的话呢 就不能再行使核课权了 那核课期间呢 其实是一个 以税监机场规定是5年到7年那个期间啊 那它的起算呢 原则上从申报日 或者是一个申报期间 届满一日来起算 那这种定定核课期间的一个目的呢 其实在避免政府呢 待于行使职权 然后使人民呢 负担的义务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那也就是说呢 税单的确定的一个核定呢 一定要在期限内来完成 那第二个就是避免呢 政府高权的侵权行为呢 毫无节制的滥用了 那这个就是说 总不能是在一个 一二十年之后呢 或是三十年之后呢 才发出一个税单要人民补税 那你这个时候呢 人事已非啊 许多单据可能都不存在了 所以人民呢 要举证呢 这样就有所困难 所以呢 就会在核课期间的一个规定 那核课期间呢 有长达五年到或者到七年这样 那其实呢 对一个政府拥有庞大行政资源 那在这样的期间 要确定一个税单呢 其实呢 时间上是非常充裕的 那我们以太极门的案件呢 80到85年中所税案为例 好我们看一下 下一张 好我们这一张呢 TPT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画面中间呢 黑色的 黑色的部分呢 这上呢所标示的 就是各个年度的 所谓的核课期间的截止日 核课期间的截止日 那我这边要先说明一下 太极门案件呢 致死为无中生有一个假案 那税单致死无效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呢 太极门还是依法提起行政救济 那税单呢 经书院会或行政法院撤销后呢 国税局呢 就会再重新 用发出税单 也就是重合复查决定 所以我们可以从画面当中 这个黑色线条以下的呢 就可以看到呢 标示这个红色的 或者蓝色这个呢 其实呢就是 国税局呢 所做出来的重合复查决定 那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日期呢 这些日期呢 都已经超过了 某些年度的核课期间的一个截止日 那为何呢 核课期间的一个截止日之后呢 税益机关还可以再发税单 而且可以重复的这样再发 那其实呢 这个就是财政部所发布的这个解释含令 财政的解释含令 我们看下一张 PGT的下一张 就是这两个解释含令 那这两个解释含令呢 是认为说呢 纳税又人呢 对于税监基金机关做成的复查决定 不符而提起夕院 或者行政救济 经过撤销后呢 原处分机关 可以再做出重合复查决定 而且呢 不受税捐和课期间的限制 那财政部这样一个 韩式的见解呢 其实就是刚刚 王律师有提到的 就是认为呢 复查决定呢 是一个独立的处分 他没有取代的原课税处分 所以呢 行政法院呢 判决撤销原处分呢 其实只是在撤销复查决定而已的 然后呢 原课税处分还在 那这种情形呢 就是造成我国特有的 违法税单万年不死的一种现象 八十年度判决是在执行之前 被一百零七年的 后面的判决说 你的错误 是我刚刚所讲的那几点 并且那特别讲 过去呢 六个年度刚开始都认为说 这个气功的养生的这个收入 认为是其他所得 但是一百零七年的这个判决 认为说过去实物上 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从来没有去正视 这个气功养生协会呢 他所做的气功的传授 到底是一个 补习班的 还不是补习班的 他有很确定认定是不是补习班 但是他的本质是什么 他认为这是严储文机关 必须自己好好去定性的 所以后来五个年度呢 四个年度在法院呢 强制和解 跟一个年度呢 85年度呢 台北市国税局 自己呢发文给太奇门 说呢 这个归为零 但是呢 这五个年度呢 其实蛮可惜啦 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 没有针对 这个 太奇门地址 一直心里面呢 很在意的 就是所谓的 静思礼的本质 而107年度的 这个判决 实际上是希望 我们的国税局 重新呢 去看看 这个静思礼 他在不是补习班 收入的情况之下 那他到底是什么 除了刚刚那三点的 具体的指成以外呢 其实很重要的这一点 是我们到现在 实际上如果是从 110年度的 宪法诉讼的第二号判决来讲 他如果涉及到良心自由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公正公约第十八条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思想良心的自由 他不仅是公约上的自由 也是我们宪法诉讼呢 所肯定的一个基本权 并且被认为说 他无法强迫履行的 那因此在107年度 判决做成之后 81年度能不能被执行 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 司法的审查程序 就是北高型两度发文给 执行机关跟移送机关 请他们依照这五个年度呢 重新再去核算 81年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他到底应该额度剩下多少 光这件事情我们的行政机关都没有做 所以原则上我必须规矩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107年度已经认为81年度是错误 并且在执行之前就认定它是错误 第二个我们北高型也根据 其他五个年度的强制和解 跟自行更正为零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请我们原处分机关 移送机关 特别是原处分机关 自己重新去计算 移送的额度 是否要组统其他年度 看是应该如何 这个时候才能够定正确的行政执行 因为执行仍然是符合 仍然是被要求 要符合正当的行政执行程序 现在的实务呢 认为退税就是退钱 这是不对的 因为有很多的基本权 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 我们过去认为财产权 它是一个财产权的价值替换 没有财产权的本体的保障 存续保障 但是在苗栗的张药坊的个案以后 还有台北温宁院的个案以后 我们开始 我们大法官已经认定 不少的财产权的存续保障 并不能够单纯由价值保障来取代 所以今天纵然是纵然这五十几笔的土地 它当然是钱没有问题 可是它不是钱的问题 所以今天请求退税如果是退钱 如果今天请求退税是退钱 那实际上就丧失了净私底的本质 跟这个一直以来 大家所坚持的原始的意义 这些土地要一笔一笔退回来 因为这些土地就是表彰 这个公正公约 还有我们宪法书宗所肯认的思想良性的自由 万年税单是台湾独有的制度 不仅对人民侵权 也扼杀了台湾的未来 如果外资都不愿意留在台湾 那下一代年轻人又该往何处去呢 当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招杀某族权力 而税务风险评估又是投资者的关键考量之一 现行税政与法规 牺牲人权来霸凌纳税人 结果是下跑资金 驱走人才 使人台湾的经济持续衰退 监察院这次对于万年税单的调查案 能够站在人民的角度 以符合人权保障的方向 做出报告结论 对于蔡崇义和田丘景两位监察委员 我们给予高度的肯定 健全的法税制度 才能造就友好的商业环境 未能促进寓于外国投资的税务环境 我国应该学习其他法治先进国家 例如德国 美国 及加拿大的做法 设立独立的财税法院 及专业的税务法官 审理争议税务案件 不仅可以保护纳税人的权益 也有助于改善整体国家税制 人民愿意信任政府 也遵守规则缴纳税款 以获得良好的国家服务 这样才是松赢 简单一句话就是 该缴的税 一毛钱都不能少 不应该缴的税 一毛钱都不能缴 所谓的民主法治 赴税人权 就是每个人的生命财产权 都要获得尊重与保障 如此而已 每个人的生命财产 不应该缴的税务案件 就是每个人的生命财产 都要获得尊重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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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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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